另外,培训项目达到东盟大学联盟质量保障的标准 则是具有高质量规则的国际标准 大学生一边学理论,一边充分地实行,确保掌握知识 对大学生或毕业生的要事,要了解专业的知识,有耐心、勤劳和创新 为了让大学生满足这些保存,洛宏大学要学学院的培训项目 已经达到东盟大学联盟质量保障标准 换句话说,是培训项目标准化,基础设施,现金,老师的水平高 大学生每门合学理论50%和实行50% 另外,本学院还与各医院和公司合作 让学生毕业前就在那里实习 除了基础设施,测试器器和用具等都按照 卫生部对健康水喝的标准之外 士生们的教学态度都非常良好 老师特别重视专业知识 尤其是实行门课就重视专业的技巧 让大学生好好掌握理论和实际 我觉得这很适合 因为要学学学喝与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要好好学习 另外,老师们还给大学生教导各种技巧 比如演讲的、实行的、交集的和团队等技巧 我想这些技巧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这段时间 要学学院有了许多荷水研究项目 并提出许多具有使用性的科学研究项目 目前,洛宏大学的要学学院有300名学生 五年学习后 他们就以专业知识和道德良好的标准就毕业 亲爱的观众朋友 洛宏大学的许多教学项目 最近通过了东盟大学联盟质量保障标准 则是国际高级标准之一的 使本校打标的教学项目上升为六个 该成果给大学生带来了许多利益 先往不断改良并提高教育效果的目标 洛宏大学最近主动的加快对要学、会计、英语语言 和商业管理等四个培训项目 进行国际标准化的检定并顺利通过了 通过检定 专家对我们的培训项目基础设施进行评估提出优点和缺点 从此我们就克服并提高教学质量 参加上述标准检定 首先学校要了解评估的标准 准备好教授队伍、基础设施和其他复合的标准等 此前洛宏大学的信息技术和电电子技术等两个培训项目 已经达到东盟大学联盟质量保障的标准 在这些专业学习的学者就能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学习 既能充分的学习理论 又能踏踏实实的实行 加入这个国际标准的第一个标准就是 培训项目需要满足相关各方的需求 换句话说是 社会需要什么 企业和职业协会需要什么 学校就按照这些要求去设立培训项目 因此大学生三家 这个培训项目毕业之后就能达到企业的要求 能自信地在各家企业胜任工作 另外 该培训项目也不断在改变 评估并提高 因此三家这个培训项目的学者得到周到的关怀 国际标准的培训项目 要满足总在变化的社会需求 这也是本校提高 人力资源 培训效果的 必要和正确的道路 我们本期民主电视节目 华语特级已经播出完毕 谢谢各位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